呱 碗啦 还有一站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两天晴天是泰尔的 很吞吱笑 那天 和叶树威的那个人是 严清卓嘛 叶书业的朋友 他爸爸是叶书业的老师 他爸爸希望这段时间 多照顾他一下 到 到 到 走 来 到这儿就行了 你怎么回去啊 我等四二一二 马上来了 你先回去吧 我陪你等吧 不用 不用 这么晚了 你赶紧回去 资料给你 那行吗 那我先回去了 走吧 走吧 拜拜 注意安全 好 你找 我 我先走了 有事 你什么意思 和两个女人同居坐下情人之福 这是你该担心的事吗 你有没有想过耳朵 他会怎么想 你是以 什么身份 在问这个问题 我是他 朋友 这样 耳朵的朋友 谢谢你关心耳朵 你听好了 耳朵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我们自己会解决 不劳你大家 如果你在乎他 就想你好好爱惜他 他的善解人 不是让你伤害的 谢谢你的建议 我们俩会好 那我 我们不在乎 哪儿 都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又有一点 更 Flag榜 最后 耳朵 耳朵 怎么了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我知道你要去日本留学之后 我跟日本的朋友联系了一下 他也是做动漫相关的事情 如果有什么配音的工作 你可以去他那试一下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 这样啊 但是真的不用麻烦了 我也不想别人说我是走后门 没关系的 我这么做啊 也是为了感谢你这段时间 对叶淑薇的照顾 而且我相信 你有能力胜任的 耳朵在那边的情况 都还是未知数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 靳卓 我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谈 跟我来一下 好 晚安 晚安 没关系 您好 您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在干吗 谢谢大人 你不是穿着拖鞋吗 拖鞋 我说刚刚肚疼 这儿有小烧厕所 给 谢谢 她刚刚在偷听 还说了谎 是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清卓 耳朵的事情有我在就好 她的事你不用担心 你有你的事 我只是想 刚才聊到哪儿了 小提琴 我们能不能不聊工作啊 我们每次聊天就只有工作 好 那我们聊点别的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聊了吗 是不是因为担心老师 所以心情现在不好 是 她很不好 老师怎么了 病情又加重了吗 她自从中风以后 就再也做不了情了 去年你来看她的时候 是她病情最好的时候 当时她想对你说些话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行 好 好